國際晚會將在五號晚上六點 登場播維安管制相當嚴格 要先拿票掃描QR code入場之後 要將包包交給安檢人員做檢查 另外還要按照上面的號碼 對號入座 如果是可以安排 如果是可以安排 餐廳也沒開 自己可以帶東西去吃 飲料在外面先試喝 那待會就在考慮 工作人員沒能在整理中地 安全檢查問已經做好了 但是要去的人也是要用照 會補四點開放 六點節目開始 但是六點到六點四十分 禁止入場 其他要等工作人員安排 沒有搶到啊 怎麼按按不到 就一直連不上那個 進不去那個頁面 想要來 結果不知道怎麼買 不知道啊 我剛剛經過啊 他說外面可以啊 我就帶椅子坐那邊就好了 沒拿到票沒辦法進去 在綜藝大道地理現場 大台電視也採好了 基本是不錯 萬事街坪就是怕說是到的路上 無論在外面都去看網站 另外手扶梯也會唱歌 裡面的手扶梯也一樣發出了這個機器摩擦的低名的喇叭聲 而更離譜的是旁邊跟天花板竟然都還在滴水漏水 暗花還沒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在忙 希望大孤單是不要漏水 因為大家是想要聽江湖的歌聲 不是要聽大巨蛋地水的聲 民視新聞台北報導 郭家瑟金蔡新聞請下一個APP 電APP冰西新聞網